越来越爱你 杀者金球奖七个奖的气势 能不能在奥斯卡工程略定呢 上一次歌舞片拿奥斯卡最佳影片 是2002年的芝加哥 越来越爱你能够再夺最大奖吗 而指导的达米恩查泽雷 是32岁的新锐导演 很多人难以置信 他这次会不会再获得奥斯卡评审团的好感 继续来看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的竞争 改编自真人真实的电影《漫漫回家路》 由平民百万富翁的男主角戴夫帕托 跟奥斯卡以后尼可基曼主演 描述印度小男孩被澳洲家庭收养 成立后决定寻找亲生家人的故事 导演葛斯戴维斯第一次指导剧情长片 就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 早安 开桌子 你把你武器拿起来 你确实我把你武器拿起来 我把你武器拿起来 我把你武器拿起来 戏部电影《赴汤倒火》 描述一对兄弟党相隔多年后重逢 良人决定要抢劫威胁 要查封他们家土地的银行 看似简单的抢银行剧情 其实隐藏了劳工阶级遇到的经济困难 也获得奥斯卡扳神青睐 那女人在纳斯卡扳神上做一些事情 而不是因为我们穿衣服 而是因为我们穿衣服 今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九部电影中 有四部是在描述有色人种 其中单左华盛顿指导的凡黎 以及布莱德·比特监制 描述飞翼青年成长故事的月光下的蓝色男孩 更是没有任何美人角色 导演巴黎杰金斯也因为月光入围最佳导演奖项 不过很多人可能不晓得导演三段式的架构 其实是受到侯孝贤电影最好的时光所启发 而他拍片的风格则是被这部影响很深 靠着越来越爱你横扫金球奖的导演达棉查兹雷 更是本届最佳导演呼声最高的得奖人 年仅32岁就货班金球跟演员工会导演奖的查哲雷 能不能继续击败钢铁英雄的梅尔吉博逊 还有海边曼彻斯特的肯尼斯·罗勒根等对手 就看奥斯卡评审们最后的评议 TVBS新闻总部报道 TVBS新闻总部报道